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体的物价水平和它的衡量指标 GDP平坚指数和CPI 下面我们要学习宏观经济 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和指标 也就是我们的失业和失业率 我要从四个方面 我们看一下 关于失业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 我们讲什么是失业 什么是失业呢 简单地说 就是一国或者一地区的劳动力 它没有被雇佣 它并不能参与生产 或者说它不能从就业或者生产中获得回报 这么一个状态 当然我刚才所谈到的这样一个相对通俗的 这么一个说法 在我们整个课程中 后面在谈失业率的时候 它有更加严格的这么一个定义和的一个测量 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失业呢 或者说为什么学习失业这个指标呢 这是因为在我们整个财富的生产 和这个物价的衡量中 尤其是在财富的生产中 它离不开 它各种要素被雇佣的状态 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要素 就是劳动力要素 生产函数 它的结果体现为我们的一个产出 但生产函数中 它的投入 它就表现出这么一个就业 这么一个状态 更重要的是 人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它还是生产的目的 我们的财富的这样一个产出 和这个经济的增长 最后它都要体现为 我们这个人的对财富的分享 因此呢 这个就业和失业 它不仅关系到这个财富的生产 还关系到这个财富的分配 和整个国家 一国的这个国民福利水平提高 所以 这个就业和失业 是宏观经济 非常重要的内容 那么 如何衡量这个失业呢 我要从几个概念 来说起 第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这个劳动力的概念 我们讲 就业 失业 它都是基于劳动力 这个概念而提出的 劳动力分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我们说 被 处于生产状态 就业状态 另外一部分的劳动力呢 那就是失业状态 所以在劳动力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那么 哪种算劳动力呢 是不是这个刚出生的婴儿 或者老人 它是劳动力呢 当然 这两类群体 它都不属于劳动力 为什么呢 因为 它们都不属于 劳动年龄人口 所以如果我们把整个 我们的 这个人 把它算为一个大的圈的话 在这个人的这个集合中 首先要把 非劳动年龄的人口 我们把它去掉 那么剩下的就是 属于劳动年龄的 这个人口 一般讲我们16岁以上的 这个劳动年龄的人口 那这样就排除了 我们说未成年人 排除了未成年人 那么在16岁以上的这个 劳动年龄人口中呢 我们 又要把 在职学生 在学的学生 还有退休的这样一个 退休的老人 还有一个因病因残 上市劳动能力的人 把它排除掉 那剩下的 就是 我们说的 劳动力 也就是说 整个人口 减掉 非劳动年龄 人口 再扣除 包括在学 在校的学生 退休人口 还有病残 无劳动能力的 这样一个人口 剩下的 才是我们的 劳动力 那么 这样我们找到了 这个劳动力 这么一个集合 那么我们在劳动力的 集合中 再把它取为 失业和就业 那么我们现在 这个失业 是哪些特征的人口呢 哪些特征的劳动力呢 那就是 想寻找工作 首先说 他是 他是有这种 工作意愿 同时呢 他又有工作行动 这么一部分 劳动力 他如果 他如果 没有就业 那注意失业 那么 这样的失业人口 出上劳动力 失业人口 出上劳动力 它就叫失业率 那么 对于失业率 我们 怎么在认识 它的现实中的表现呢 换句话说 就是这个失业 或者失业率 它又分为 哪几种类型呢 首先 我们把它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呢 是 在我们这个新古典 微观经济学 长期探讨的 也是 我们 新古典 微观经济学 一直以来 认为天然 就是这种状态的 这种 就业或者失业状态 我们 把它称之为 充分就业 或者叫 自然失业率的状态 那么 我们在一个 在这个经济模型中 那就是在 劳动力市场上 在劳动力市场上 这个 劳动的供给 和劳动的需求 均衡点 这个时候的这种 这种劳动力的 被雇用状态 我们叫做 充分就业 这个时候 出现了 失业率 我们叫 自然失业率 此时 那么这个 劳动市场 或者劳动力市场 它也是一个 初清的市场 新古典 微观经济学 所探讨的 这样的一个 劳动力市场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充分就业 或者自然失业率的状态 将来 我们在进一步的学习中 还会涉及到 它有一个 新的这个含义 叫做 非加速通胀 这么一个 失业率状态 但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先学习到 先提出的概念 充分就业 或者说 自然失业率 也就是说 劳动力市场 初清状态下 他们一个 均衡的 均衡状态下 这么一个就业 或者失业率的状态 这儿应当指出的是 这个时候 充分就业 或者 自然失业率 这一个状态下 并不意味着 全体的就业 换句话说 这个时候仍然存在着 一部分劳动力 没有就业的状态 仍然存在着 失业率 这其中涵盖了 有几类 一类 叫做摩擦性失业 一类叫做结构性失业 此外还包括 季节性失业 那么摩擦性失业呢 就是因为 这个由于信息不对称 等各种原因 大家在换工作 每个时点上 总有一部分人 他处于一种换工作 处于一种摩擦性失业的状态 结构性失业呢 就是整个劳动力市场上 供求大了均衡 但是呢 有些职业 发生了一个变化 过去的这个劳动力 还不能够满足 这个偶尔发生 偶尔这个特殊情况下 发生变化的 这样一个职业 或者劳动力的岗位 还有一种结构性失业呢 就是在某些区域 发现了 出现了这种什么呀 这种 这个劳动力 岗位的这样一个空缺 另外一些区域 可能劳动力 有失业的状态 这种结构性失业呢 这种职业 类型的 还有这个区域类型的 它都 此时呢 在总量上 它有相对平衡 所以呢 这个结构性失业 它本身也是 充分就业状态下 出现了一种 一种特殊的一个情形 那么 因此呢 这个充分就业 它仍然存在着 某个参形失业 和结构性失业 那么这些失业率 加在一起 就是我们的自然失业率 当然了 我们刚才探导了 这个劳动力市场 出清的状态下 还存在着一部分 一部分失业 那就是自愿性失业 总而言之 这一切 都处于一种充分就业 或者 自然失业率的状态下 那么这个充分就业 或者自然失业率 它是我刚才探导了 它是这个 过去 这个 这个新古典 或者微观经济学 它所认为 它会认为 自然存在的一种 失业状态 但是随着 这个 对这个 经济学研究的进展 尤其是凯恩斯所引领的 这个 现代宏观经济学 它的发展 人们发现在 在现实过程中 充分就业 获得自然失业率 它整体是一种 一种 一种 一种趋势 一种波动的趋势 一种偶尔实现的 一种均衡 那么 当 由于 经济波动 经济的周期应波动 尤其是 这个需求不足时 这个 总产出 它脱离了 这个 后面我们提到的 一个概念叫 潜在GDP 或者 充分就业GDP 这个状态是 也就意味着 我们的劳动力市场 也会发生一种 周期性的波动 或者一种 就业的波动 就业的偏离 当就业 脱离了这样一个 充分就业 失业率脱离了 这个自然失业率时 产生的 增量的这个失业 我们把它叫作为 周期性失业 换句话来讲 由于经济的 周期性波动 所导致 这个 总产出 对充分就业GDP的 这样一个偏离 由此 所对应的 劳动力市场上 对充分就业 或者自然失业率的偏离 所形成的这样一个失业 我们把它叫作 周期性失业 周期性失业 也是我们的现代宏观经济学 所研究的重点 我们通过 这个宏观调控 宏观经济政策 除了 稳定 除了 稳定这个总产出 平移经济周期性波动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 就是 能够 平移 这个失业率的波动 使失业 尽可能地接近 这个充分就业 或者自然失业率 来管固 这个周期性失业 应当讲 这个失业率的 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指标 以及自然失业率 这个概念的提出 对我们研究 这个 就业 或者失业率的 这个波动 来实现 最大可能的 这个 就业 是有非常重要的 这样一个 理论价值的 但是呢 自然失业率 这个概念 我 这个 目前的这样一个 经济学界 对它的解释 还没有达成 完全的一致 应当讲 我们 把宏观经济学的 三个方面的内容 三个方面的 基本指标 GDP 物价指数 失业率 那我们就学习完了